打开西瓜视频APP 点击三英泰的头像 进入三英泰第一条西瓜Play的视频 点赞 评论 发弹幕 支持一泰吧 这是我的父亲 可是他和以往不同 身上布满了烧伤 神经也变得癫狂 好像只认为他行走的 是心中熊熊燃烧的复仇火焰 辽贝克是这座工厂的主人 圣诞夜勤快的歌曲 和飘落的雪花 没有浇灭的心中的火焰 从灰烬里重生的里奥 成为了挥舞着电锯的寻找怪 他在这风雪工厂 立下了无数寻报人 因为那些人 不过是被宝藏迷失双眼的人 他们用生命支付 绿玉熏心的代价 里奥渐渐听过了 就是贪婪的声音 知道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想和爸爸再打一次雪仗 这个稚嫩的声音 在无数贪婪的声音中 显得很微弱 但是厂长却一下子听到了 恍惚中 他好像看见了什么 那是他刚刚收购军工厂 第一年的圣诞夜 天上飘起了雪花 遥穿起了滑稽的衣服 便慢慢的 都是回忆和问题 他和他最爱的女儿 在风雪中快乐地打着雪仗 而那个女儿 正是他面前的这个女孩 原来我真正要守护的宝藏 是我最宝贵的记忆 我的爱玛 爸爸你怎么了 这是 远征又回到了之前梦境中的废弃工厂 梦境破碎了 难道我已经找到了调酒室口中的宝藏 那这个破碎的工厂又是哪里 谢谢你 我们终于可以从噩梦中醒来了 这里就是给你的提示 希望你能避免这场悲剧 给我的提示 难道这是我未来会遇见的场景吗 这个工厂好像是个军工厂 难道这是莱莉叔叔 要父亲投资的军工厂 不行 这工厂看起来这么破旧 他们一定是被骗了 我要赶紧阻止这件事